狼队曝光 亚联飞班必选 Fly最想跟AG交手打比赛 不知道刚重回S组的AG是否还会被狼队血脉压制 Hero新刮曝光却引发争议 难不成九折教练真的是在谢莫杀驴吗 伴随着KPL夏季赛第一轮比赛结束 从第二轮开始比赛服就会更新版本 意味着新英雄亚联就可以上场了 那么这位英雄的强度到底如何 对此狼队灵教练也是给出评价 新英雄亚联飞班必选 如果这话为真 那Fly对这英雄就很有自信 但个人感觉亚联上场的机会并不多 大部分队伍都更想稳 所以亚联首秀应该会在S组队伍里出现 搞不好就是AG一安拿出来首秀 随后黎罗问到Fly最想跟谁交手 他的回答是AG因为有中益老师 并且他还喜欢吃成都的美食 同时延伸出一个问题 如今刚回S组的AG 是否还会被狼队血脉压制 双方历史交手记录 AG书多赢 你们俩生活后 下落某火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 告诉我们大家 谢谢 我们平常不喜欢骑车吗 今天他喜欢坐我大腿 大腿啊 为什么要坐大腿 他让我坐 他说不坐 他就不回去了 他说不坐 他就不回去了 不坐 我就打车 他就直接去手 再帮你问 我们现在已经顺利的电脑开始 对啊 最 就对我当中 你最期待 对电脑呢 谢谢你 AG啊 为什么 我们有中益老师 然后再加上 去很多的话 就我们知道 有东西了 必须让他安排 逐一老板 是时候要出点血 是时候要出点血 最后就是 Hero新瓜曝光引发争议 誓约已经试训了 K甲队伍 TCG有可能会被租借 去K甲打比赛 意味着夏季赛星 很会坐稳首发位置 看来能击溃誓约的 不是前女友 而是他自己的个人表现 总的来说 第二轮S组的竞争会很激烈 AG狼队 TTG DYG都没受任何影响 他们很有可能拿到前四名 是好事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磨合 最后大家觉得 誓约会去K甲吗 AG能否赢下 富敌狼队呢